這邊來討論一下在斷點上的複裂幾數的定義 通常我們的問題 因為在工程的運用上 在點上的函數做訊號處理的過程當中 在斷點上的函數到底是什麼 他其實是這樣想的 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現在啊 這個周旋然數它是有一些斷點的 比如說 這樣的函數 但我現在畫了很規則 其實不一定要畫了很規則 我現在這邊過來了 這邊沒有陰影 但是它事實上也算斷點的一部份 我再把這個斷點強調一下 這邊斷掉了 我歷史說這是一個周旗 然後它有一些的斷點的狀況 這是一個period 這個點我叫做A點好了 在A點上斷點 這個叫V 也叫A 這叫A A點也是一個斷點 這個V也是一個斷點 這樣一個周旗 左邊的部分 左邊暫時不要管它 這樣一個周旗 我就把這樣的一個周旗啊 再畫一遍 再畫一遍 第二個周旗的圖形 跟第一個周旗的圖形一定一樣 然後我們會問一個問題是說 請問 對啦 這個斷點的地方 我們最好也是稍微定一下 假設這個是空心的 這邊是死心的 這邊是死心的 同時是空心也沒有關係 好 很顯然它有一個地方是斷點 什麼地方是斷點 A點是斷點 V點是斷點 但是A點的斷點 比較一般 比較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困擾 因為它是 只有那個點沒有定義 事實上那個點的左邊跟右邊 那個函數值是一樣的 A點的左邊一點點的函數值 跟A點的右邊一點點的函數值 一模一樣 雖然它是一個斷點 如果人家問說 在斷點上 A點是一個斷點 A點的斷點上 這個函數值要怎麼解釋呢 怎麼樣找它呢 複利液極數的函數值是多少 這件事 就是左極限右極限的平均值 左邊一點點的高度 跟右邊一點點的高度 相加除以2就對了 對V點也是一樣 對A點 因為左邊一點點的高度 跟右邊一點點的高度 都一樣高 乾脆給它一個值 叫L 左邊一點點的高度是L 右邊一點點的高度也是L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困擾 反正就是L 然後對V點來說 這個比較需要特別留意 對V點來說 還是一樣的定義 就是V點的左邊一點點的高度 跟左極限 跟V點的右邊一點點的高度 相加除以2 好 這個高度我們給它一些特定值 特定的符號 好了 好 這個V點 V點 左邊一點點的高度比較高 好 叫做 這個M 好了 好 按照這個道理來說的話 那就是2分之1的M加上N 相加除以2 相加除以2的概念 它就像在這個地方左右 大概在這個地方左右的一個高度 好 反正就是 在斷點上 它那個 雖然原來的圖形沒有定義 但是福利業極數它是有定義 它是 你推出來那些相加的極數啊 它是遵照這樣的一個原則 在做畫圖的動作 或是說啦 做訊號處理的那個過程 訊號處理的過程 把所有的斷點都當做連續點來處理 那連續點 怎麼處理這種斷點的問題呢 就是用左極限跟右極限的平均值 這樣的概念來處理它 這是我們需要留意的一個重點 那常常有一些考試 它就是要考你這個觀念 好 比如說 我現在有一個 中期函數的圖形 是這樣的一個變化 好 它 在0到π的範圍內 它的函數值是A 然後 然後 0到-π的範圍內 它的函數值是-A 這是一個周期 好 這樣的圖形必須要複製一遍 複製兩遍 再往旁邊畫一下 好 往旁邊畫一下 不要想太多 因為 因為 就把這樣一個圖形往旁邊套用一下就好了 因為 有些同學他們不太會畫這種圖 啊 何謂周期函數 就是把 同樣的變化再畫一遍就對了 好 往右邊畫 往左邊畫 好 請問一下 這樣的一個圖形 它在 特定點上的函數值是多少 我只問0 好了 我要求 F在0這個地方的複製極數是多少 那複製極數的值啊 它的函數值呢 那個概念就是我剛剛說的齁 如果你是斷點的話 你要左極限,右極限的平均值算一下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很顯然 0 0 在0這個地方 它是沒有定義的 原來的問題沒有定義啊 因為 你用複製極數來處理它的時候啊 它事實上就是 取左極限、右極限的平均值 這樣的概念來處理的 所以我們就說 二分之一的 F的左邊 F在0這邊的左邊一點點 跟F在0的右邊一點點 你把它相加 高度相加除以2 好 很顯然的 F在0這個位置上 左邊一點點 那就對到-A的高度啊 好 然後 0這個地方 右邊一點點 就對應到 正-A的高度啊 好 相加除以2 是0 原來圖形並沒有 定義它是0啊 但是你用複製極數來描述它的時候 你就會畫出0的這個結果 這個複製極數 它如果能夠 在十大的機會 用那個畫圖的方式來呈現它的那個圖形變化 應該更能夠理會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結論 因為我們是用連續函數的概念來處理 這個不連續的問題 不連續的問題 它在斷點上要怎麼樣 用連續的概念來處理 當然最公平的方法就是用平均的概念 在這個斷點上 右邊跟左邊一點點的平均值是多少 這樣的概念應該是不錯的一個想法 以上是斷點的複製極數的一個說明